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三年 從手術到現在 剛開始的前半年 我覺得我可能沒辦法打到自己 因為完全沒有力量 然後也沒有 對自己也沒有信心 因為不曉得後面的路要怎麼走 然後半年後 才開始慢慢的有運動 才開始練球 然後才從台灣的小比賽 就是慢慢的開始再打 然後休息一年 這一年才從 再從A宣度開始 但是每一場的18棟 每一天的18棟 我幾乎打到15棟 後面三棟就沒有力了 因為連走路都有困 因為真的很累 今天 剛開始下去的 三棟 就是沒有 感覺沒有那麼的順 但是第三棟 打了個Vogue以後 心裡 心裡自己 就跟自己講說 應該不能這樣子 懶懶散散的 就是要再積極一點 然後 從第四棟到第六棟 都連續抓到柯林 然後感覺就不一樣了 然後陸續後面的柯林 就一直跟著來